刚刚没有Dedif,要把这个地方算出这个人的实际上出生到现在几岁几个月几天,太麻烦了 而且恐怕,所以这个Dedif其实相当的好用 OK,那再来的话呢,有关E-Day函数 这个E-Day函数也是后来才加的 这个加,这个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自行再把它改一下 奥运当天我们把它改成2020东京奥运好了 8月1号,那奥运当天的话呢 当然就等于什么,等于上面日期,这一天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算什么 算奥运的后三个月 那其实后三个月意思就是说 我要算的是月份的部分 但后三天比较好解决 为什么,加三就好了 因为它本身就一个数字嘛 加了三之后还是一个数字 可是问题月怎么办 这地方就麻烦了 所以哦,在那个E-Sale里面的概念里面 你日期哦,你就不能把它当数字 天可以,月跟年就不行 所以怎么办呢 它在E-Sale里面 还有一个特别的格式给它 什么格式 就是在日期时间里面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Date 这个Date 里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Date里面有没有 就跟你讲YMD 那也就是说哦,它这个日期里面有三个东西啦 你要把它分开来 再去做计算才可以 你不能说呢 月直接就拿,月怎么计算 没办法计算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先把它的年月日分割 所以哦,非常麻烦 你看哦 义耳哪个义耳就这个义耳 所以你必须 把这个奥运当天日期给他 可是呢 又不能够直接把年月子给他 你还必须什么 把这个日期里面的年的部分抓出来 那年怎么抓出来 你还必须用义耳 不然的话你没办法直接放进来 放进来他不接受 OK特别注意 那月的话呢 你放日期过来不行 你看他怎么样 再把它这个日期里面 在前面加一个曼时 月才过来 日的话呢 一样 在这个日期前面加一个什么 对 这个概念要很清楚 否则的话 你这样来做日期的计算 一定会发生错误 OK 那你会发现做出来之后呢 就是他会帮你把年跟月跟日切开 可是我要算的是什么 奥运的后三个月 那意思就是什么 在曼时上面的 加三 加三之后的话呢 那八月加三 那十一月 所以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它还会是十一月一号 可是你想说 好像很简单啊 为什么你弄得那么复杂 还要四个函数才能搞定 没办法 不过呢 在以色列里面 后来有出了一个 衍生性的一个 针对这个问题 它怎么样呢 帮你提出解决方案 就是让它简化 一带 那一带函数 实际上这边就是意思说 你不用那么麻烦 你不用给我年月日 也不用再切了 你直接这样 告诉我你哪一天 然后呢 几个月 就是之后 按确定之后 你会把一带函数 这一天 慢死 三个月之后 你直接按确定 它会给你一个什么 给你一个 那一天是哪一天 不过呢 因为它返还回来的是一个什么 数字的 不过没关系 我前面讲过嘛 它实际上是一个日期 所以你就把它格式化 有没有 2020的11月1号 结果是一样的 那当然如果将来 你在使用上 你当然第一个 一定会想到 这个当然麻烦 那这个会简单一点 不过 e-date 它有个缺点 就是说呢 它只能用慢死 有没有 几年 几个月之后 可是一般工作 除了天不用 因为天直接加就好了 月 越解决了 有e-date 可是 年的话呢 三年之后怎么办 或者常用 三季之后 有没有 几季嘛 对不对 或者三周之后怎么办 年没有 你就变成要用什么 用刚刚的方法 用date 季呢 季可能你要用什么 用年去除 ok那非常麻烦 周的话呢 那更麻烦 用七天 要加减 乘除自己算 所以我这边有补充了 因为为了就是 三年之后 三季三周 那这个因为是 而外的 其实很多 很多你工作里面 如果没有这个函数的话 那你会非常麻烦 所以最好怎么样呢 你自己产生 三年之后怎么算 所以这边我有使用者定义 不过这个使用者定义 是我们 我自己写好的 那怎么写 因为这个我想 我先stemon一下 我有产生一个 edates的底线Y 然后呢 这个底线Y 意思就是说呢 你给我个日期 然后呢 几年之后 三年之后 那我会给你一个 什么结果 不过呢 因为我讲过了 这都是 那个数字 所以回来可能 它的格式会是 通用格式 所以你也要把它改成日期 你会发现 2023的8月1号 没错 这个我是抓上面这个日期 三年之后 那三季之后的话 是哪一天 其实三季 当然你可以用月份 乘以三也可以 一季 一季的话就三个月 其实也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怎么样 用那个 e day底线 有个Q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一天 三季 OK加个3 它回来是个数字 把它格式化一下 那这样也可以出来 三季的话 就九 三季的话 就是在乘以九个月之后 那三周之后的话呢 这边我一样 有做出了一个 不过我把它先格式化一下 那这个也是一样 插入函数 这边有个W 然后这个日期 三周之后 其实三周的话 三周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但如果你用Excel里面 你干脆把它乘以7就好了 一周七天 也是个方法 那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这边是产生了一个 什么制定函数 那这个制定函数 怎么做出来 因为这个我里面 给各位参考 这个额外做的 因为之前有同学会问到 老师那月份 E-Date已经帮我解决了 可是年季周怎么办 没办法 没有就没有 怎么办 你要自己变出来 那怎么变 这里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 在云端上面 你们也可以找一下 云端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会有一个 这个底下这边 这个地方的话 有个增减年季周的函数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 我是利用VBA里面 有一个函数 这个Date Add 是VBA里面的一个函数 当然如果你要知道 这个怎么做的 有几个方法 其实这边 你就打一个VBA点 打一个D 其实VBA这个物件 里面所有有关 那个Date相关的函数 它都会帮你显现出来 那因为我就在 这里面找一下 Date Add 好像似乎很接近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Date Add 第二个按F1 你可以在Date Add上面按F1 那你可以看到 在那个什么呢 这个函数里面 你会发现VBA参考 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怎么使用 它就会列出 其中有一个叫Date的函数 它基本上 我建议各位慢慢要熟悉 这个等于是 如果你要学会VBA里面的所有函数 慢慢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字典来看 那这个字典不是叫你要 看字典跟看一般的东西不一样 你要看懂它到底给你什么东西 那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就是按语法 一定会有1、2、3个东西 那这三个东西里面包含就是说 间隔 数字 日期 特别最后 所以 间隔指的是什么呢 它这个地方 指的就底下这些 有没有Setting 包含就是说 间隔多久 年 年的话 这边有个YYY 四个Y Q的话呢 就是G 月 其实可以算月 还有算周 那我再参考什么 参考这上面的这个这个给我的引述 然后分别把这里面 它要我们提供的东西 分别给它 包含就是说 数字的话 指的就是间隔多久 如果你用年的话 那你就是几年 那这个日期的话 指的是跟哪一个日期相比较 所以呢 我提供给它 它需要的东西 它就可以怎么样 返还我要的结果 OK 那另外 额外补充的 你按F1之后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所有的 VBA里面的所有函数 都帮你列出 所以以后 如果你想要更加了解 这里面有哪一些的话 其实你可以点这边 反正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那大家如果你想要 增加自己的功力的话 其实没事 你就怎样 像我最早学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把它 一个一个点开来 一个一个去看 到底每一个函数 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大概能做什么样的效果 那也许刚开始 我现在暂时用不到 不过至少 我全部看完一轮之后 我大概就知道 在VBA里面呢 它有哪一些 比较重要的函数 那刚好如果说呢 之后用到 某些功能 我就想 对好像这里面 有某一个函数可以用 那我就怎么样 再把我需要 比如像刚刚那个 day的 我也许有之前看过 那我就找到 那个day的函数 里面呢 大概了解一下 它怎么用 比如一二三 三个东西 那使用的方法的话 我就把它加到这里 因为它有三个 所以年的话 第一个 有没有 间隔 它告诉我说呢 要四个Y 就是年 然后呢 几年 指的是跟使用者要 你要几年 那我就填三 三填在这边之后的话 就带过来 跟哪个日期 就是跟我指定的 那个日期 比完之后呢 它会返还一个结果 给我 那我就返还到哪里呢 返还给这个函数本身 再把结果怎么样 丢到这边来 来就完成了 所以做法上面 当然主要还是参考 那个官方给我的讯息 那你想说 我为什么会知道 其实都是从官方里面 我没有去参考别的地方 看上面要我做什么 我就照着做就好了 OK答案就出来了 OK 那不过我刚刚提过了 最重要还是你要慢慢习惯 那个 它那个官方的叙述方式 如果你看得懂 看得习惯的话 那慢慢 只要VBA里面函数 你大概都会用 那几季的话是Q 然后呢 几周的话是两个W 我就照它的讯息给我 那我就把它做出来 所以这个额外补充呢 请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把它贴上 或者自己再做过一遍 那后面呢 还有几个 刚刚提过是 算那个相差几个月的 E-Day测 那还有就是V-Day 判断什么呢 到底是星期几 比如这个 2008年5月1号 星期几 不知道 不没关系 我们可以 插入函数里面有个 日期 里面有个V-Day 这个V-Day 那V-Day按确定之后的话 假设我给它一个什么 日期 后面有个Return Type 我建议这个Return Type 暂时不要用 就是你就空白就好了 按确定之后 它会给我5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5 到底是星期几 我们习惯上 有没有 它这个是 一个礼拜的第5天 一个礼拜的第5天 那你直觉会是 认为是星期几 我们大概通常是 第一天通过礼拜 礼拜一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 不过你可能要有一个观念 因为这个设计 是美国那边设计的 所以呢 美国那边的观念 一个礼拜的第1天是礼拜天 所以呢 礼拜天是第1天 一直在一推 所以5的话呢 应该是礼拜几 礼拜4 OK 所以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要把它做格式化 但你可以怎么样 在用这个 日期里面 比如说星期几 按确定 星期四就出来了 OK 其他的话 当然你上下填满 答案就出来了 它是星期 但如果说你要更 更把它怎么样呢 把这个放在它后面呢 也很简单嘛 前面不是有讲过 如果你要直接让它显示什么 显示它是礼拜 起的话 后面就加什么 AA 直接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星期几就出来了 不过这个星期几 是用格式的方式做 这个是直接用函数 抓取它是星期几 那后面还有YMD 也刚好用不到 各位可以练习 比如说你要抓取一个 一个日期里面的年 那一定要EAR 抓取一个日期里面的月 然后MANS 抓取一个日期里面的日 就是DATE 这个很重要 我发现有些同学 没有这个观念 刚刚这个地方 有没有 算这个DATE 这个你想说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 没办法 因为日期是属于比较特殊的格式 它就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它有 其实等同是一个储存格 里面有三个讯息 你不能混在一起处理 你必须把它切开来处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试试看 也许这个地方 奥运的后三个月 看看先用什么 用这个方式做做看 另外有个EAR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后面还有就是计算 星期几的 那星期几 特别是重点就是 你的观念 反正就符合美国 因为之前有同学习惯就是 把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当成是礼拜一 好像蛮多人都这样 这样子去算 那在ESEL里面 因为这个是美国那边发明的 美国那边他们设计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尽可能反正你就记得 week day 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 因为后面还会用到 还会用到 那还有就是YMD 一个日期 它是用dates 里面的话要抓年 year month day 那这三个函数呢 尤其是month 待会也会用到